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手指一收 转身走了回去 此后呢 就再也没有任何人上台静看了 当香烛中的那一炷香终于燃尽之时 月连天袖子一卷 香炉顿势一闪无影无踪了 同时正式的宣布 好 时间到了 现在拍卖开始 上古真灵一鼓一根 底价五千万 和先前的盛砖情形相反 这一次宣布开始拍卖之后 这整个拍卖场啊 却寂静异常 竟一时之间的 没有人出家 月连天见此情形啊 却淡淡一笑 毫不在意 似乎对此呢 毫不担心 五千万摩石 半赏之后 一名魔人迟疑了一下 终于叫出声来 五千二百万 五千六百万 随着第一声出驾过后啊 终于也有人跟着进驾了 但是 出驾人数却只有六七人而已 并且家驾的数目异常的小心 远没有上一届盛砖拍卖时候的 火爆的情形 这也难怪啊 毕竟这巨大的灵骨 虽然来历惊人 但是 若只是当作炼器材料的话 用途自然大受局限 仍然呢 愿意高价竞拍的 虽然不会有太多的人 不过即使如此 这根灵骨的价格呢 也是一路稳稳攀升 在还有三四个仍然毫不松口的情形下 竟已经拍到了七千万的惊人价格 而出此高价的魔族 赫然是一名打扮宛若贵妇人一般的 魔族女子 如此高价一出 原本呢 还仅跟不放的其他两三名竞价者 顿时声音戛然而止 似乎有些无奈的打算放弃了 而那名魔族美妇见此情形啊 美目当中呢 却闪过丽丝得意之色 七千万第二次了 这是 在无人出嫁的话 这根上古真灵遗骨可就归这位道友所有了 哎呀 错过了此等机缘 诸位道友再想得到这么一根真灵之骨 可是天难万难之事咯 月连天啊 似乎对眼前的价格并不是太满意 若是磨石不够的话 这里是否也可以用其他物品当场兑换 忽然之间 一个男子的声音轻飘飘的响了起来 问话之人赫然正是杭力 当然可以 无论魔剂材料 还是灵当工法 只要是价格不菲之物 本拍卖场 都可以直接兑换成磨石 绝对同所无期啊 但是兑换的价格呢 这只能是市价的三分之二 并且即使没有拍下所要之物 也不会再行退还的 月连天文言精神一阵 露出了一丝笑容 那好吧 在下手头 磨石不够 需要兑换一批 先暂停一下此物的拍卖吧 杭力沉声说道 好好好 道友到后殿 即可有专员兑换 月连天当即点头 并一招手 让身边的魔族侍女呢 立刻上前给杭力引路 杭力则一言不发的 跟着此女片刻功夫之后 就走进了一扇店门 一盏茶的功夫之后 当杭力重新回到座位上 并一张口就不动声色的 喊出了八千万的价格呀 如此惊人的价格 当整个拍卖场的群魔自然是 为之一阵切切私语 不少人呢 上下打量寒厉 暗自猜想他的真正的身份 八千二百万 贵族美富一容变了一下 却仍然喊出了更高的价格出来 仿佛对这根铃骨呢 也是势在必得 九千万 杭力却面不改色的又一次说道 这一次啊 魔族美富脸上终于流露出了犹豫之色 忘了忘 杭力所在的方向之后 这才一咬牙 说出了一个九千一百万的数字 说完那个数字之后 他忽然冲着寒厉说道 谢身是枯极城的海家之人 这件铃骨对我们海家可是大有用途 若是道友肯相让的话 事后海家定会种谢 枯极城海家 就是那个 有枯极圣祖作战的海家不成吗 他们怎么会大老远的跑到雪崖城了呀 海家好像是剩下不多的几大练习世家呀 难怪会看中这根铃骨了 诶 此女行为不弱 不会是枯极圣祖的嫡系传人吧 显然呢 这魔族美富的身份非同小可 听了此女刚才的话不少魔人吃惊之后 流露出了敬畏的表情 一抹石 杭力犹如未闻呢 冷冷的又喊出了一个让拍卖场中魔都心中一跳的价格出来 就算此女和魔族圣祖有些关系 但是 只要不在雪崖城附近 她又怎么会理睬呢 海星美富见此情形 脸上顿时浮现出了一层很利的煞气 连说三个好字之后 却最终没有再出价相争 好了好了好了 啊 这跟上古灵谷 就亏 这位道友所有了 月连天大喜过望 急忙宣布道 杭力听了 立刻起身再次来到台前 主人将临时交付 并将灵谷收入到了储物桌当中 拍卖会 则就此结束了 杭力 在一条街道上 徐徐走着的时候 脑中却想起了屈儿 异常兴奋的话 想来主人也发现了这根上古灵谷的奥妙了 有了此物的话 主人的那句 知仙灵七啊 以后拥有大神通 也是大有希望之事了 哼 这些人呢 还真是有眼无珠 经经药灵之谷 当成了普通的真灵之谷 拿出来拍卖此物的物主 若是知道此事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 懊悔的吐血而亡啊 杭力嘴角微微一跳 在脑中倾笑的说道 似乎也大为喜悦 这药灵之谷 若是用在炼丹之上 几乎可以替代十几种传闻中的圣药了 不过一般人哪可能认出此物啊 我看也只有主人 您才有这般大神通 屈儿拍起了马屁 我要是通过一部异族的上古典籍记载 并且上前亲自检查过的 这才勉强分辨出来 倒是你这个丫头啊 如何事先就知道他的邪妙之处呢 难道说一开始就知道 这灵谷是通灵药灵所留的灵谷吗 杭力漫不经心似的追问了一句 回禀主人 当年知仙大人转世离开的时候啊 曾经给我灌输过一些有关通弦药灵的传承记忆 若是那知仙灵漆 变化融入这根灵谷 不但呢 可以一经洗髓 法力大增 甚至可以得到 要鼓原先主人一些神功和本源印痕 有希望呢 让其突破原先的瓶颈阻力 所以进阶大成七点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卷听85.com 杭力的知仙灵屈 经过这么多年的祭父修炼 几乎已经和他本体合二为一了 故而灵屈得以神通积分的话 他自然也受益匪浅了 灵屈是知仙之体 原本合体之前的瓶颈 就几乎不存在了 进阶合体后遭遇的几次 也很容易的突破了 原本呢 我还担心 当他进阶后期巅峰的时候 恐怕很难再进阶了 现在啊 有了这根药灵之骨的话 想来呢 就不成问题了 有时候 我倒是很羡慕你们这些 拥有灵神的化形灵物啊 你们进阶的时候所遇的阻力 尚不足普通生灵的十分之一 只要修为够了的话 就可以轻易的突破瓶颈局限呢 杭力忽然烫了一口气 说道 可是主人呢 我们药灵积攒法力所耗费的时间 往往呢 也是普通生灵的百千倍以上啊 若是在遭遇瓶颈上 也一样困难的话 各地之间 怎么可能还有通学药灵的出现呢 更不会有这根药灵之骨留下来了 这个道理我自然懂的 只是一时啊 有些感慨而发而已 毕竟我能修炼到如此境界 若不是有些机缘的话 根本是痴心妄想 好了 这根药灵之骨虽然说年代久远 但里面的记忆应该残留不少的 你先给我辨认一下 是何种通玄药灵所留 再将其炼化了吧 话说回来了 除非同为药灵之体 其他人呢 也没有办法继承此灵谷当中的记忆啊 主人放心 只要给我几天的时间呢 就可能明白 这妖灵之骨原主人 是哪一种妖灵进阶的通玄的 不过主人呢 即使灵居进阶大乘境界了 但是我自身的境界太低了一些 记忆提上 顶多呀 只能发挥灵居五成的神通而已 而药灵进阶大乘之后 是没有办法和一般大乘存在相比的 只是在隐匿和顿术上 可能会得到一些出人意料的大神通啊 居尔犹豫了一下之后 提醒道 哦 有这种事情 没关系 能有一位可以发挥五成神通的大乘帮手 就算弱了一点 但也足够把我纵航灵界了呀 哈利微微一笑 不予为意的反问道 这倒是的 不过 即使有逆天手段 直接提升灵气的法力 恐怕呢 还需要再等上百云年之久 这才可以让其法力呢 达到后期的巅峰状态 主人还要耐心的等一段时间呢 在此期间呢 居尔也需要操控灵居 全部的法力 炼化这根妖灵之骨 恐怕没有办法帮助主人对敌了 能得到如此一个帮手 这段时间 我还是等得起的 在魔界期间 我还有其他杀手锏在身 应该自保无忧 你也无需担心什么 马上啊 就开始炼化灵骨吧 杭利文言的眉头微微一皱 但是马上赞然的说道 随后 袖中清光一闪 一根翠绿的 数寸大小的灵骨 无声的浮现手心中 再一晃 又诡异的不见了踪影 是主人 居尔一定尽早的 将药谷炼化 居尔欢喜的回了一声 此后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传出来了 杭利文言的微微一笑 不再传声 将斗篷取下之后 徐徐的继续前行 他现在啊 并没有回住处的打算 而前往附近的 一家材料店而去 前两天呢 他在这家店查看材料的时候 虽然说并没有什么收获 店铺老板却说过 两天后 会从其他途径的进来一大笔材料 其中有几块 提及不小的一摩金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啊 杭利当然就记下了这件事情 如今时间一到啊 他自然要去看上一看 看看能否从这些一摩金当中 再寻的那一颗 蕴含神秘能量的金珠出来 毕竟这么一颗金珠 就可节省百年的苦修啊 哪怕说多找到一颗 都可以让杭利在修炼上 节省许多的时间的 如此的好事 杭利自然是不会轻易的放弃的 一心呢 要再找上几颗 不过当杭利转过几个街口的时候 面前忽然之间多出了两名 身材高大的魔族男子 冷冷的拦住了他的去路 杭利目光一扫 一眼就看出两名魔族 有练须中气的修为 并且一个身上吃热之气翻滚 一个则隐隐的 由冰寒气息而冲 显然各自修炼有特殊的魔功在身呢 他在离二者三四丈远的地方 脚步一顿停了下来 同时呢面无表情的说道 怎么 二位有什么事情吗 若是无事 还是赶紧让开 韩某有要事在身呢 道友别急 找你的不是我们两个人 而是我家夫人 我家夫人想请道友到旁边的屋子里 坐上一坐 两名魔族男子当中 一个破口高贴的人 冲着旁边一纸冷冷的说道 杭丽眉上一条 随着其所指扫了一眼 随着那旁边一家类似 酒色的四下敞开的屋子当中 一名身穿黑色长裙的魔族妇人 正端坐在一张桌子旁 凝望着她 见杭丽也望了过来 此女咽人一笑 倒也有几分妖艳之意 而同一时间呢 杭丽耳边却响起了此女的传音之声 道友何必走得如此匆忙呢 可否过得小饮一杯 切身有点小事 想和道友谈上谈 是为了那根灵骨而来的吧 杭丽目光一闪 平淡的回了一句 呵呵 道友可真是聪明做人的 切身的确是为此件事情而来的 只要道友肯将灵骨转让 切身呢 愿意用其他的起宝交换子物 绝对不会让道友吃亏的呀 没兴趣 灵骨呢 我不会转让的 杭丽毫不犹豫的说道 原本停下的脚步一动 就要从前面 两名魔族男子中间处一穿而过 魔族美妇听到一点不留情的回复之后 脸色一凝 不禁有仙道羞成怒 嘴皮子一动 暗示冲两个人吩咐了一声 那两名魔族男子闻言之后 神色略迟疑 互相靠了一眼 肩头猛然一晃 就急往中间处一挤而去 探索动作随缓 一流一寒两股气息 却先一步的直奔走过来的寒历 一卷而来呀 两股气息在寒历身前戳略交融 既然轰历一声陡人之间暴增背许以上 就要将寒历前行逼退 这若是普通的炼虚修士 面对此景的话 也只有无奈地退回到原处了 但是寒历呢 脸上是无悲无喜啊 丝毫闪避之意都没有 只是身上淡淡的金光一闪 两股气息就一下子撞到了其护体灵光之上 轰历一声 仿佛惊为一般的巨响爆发而出 一股可怕之敌的气息啊 在寒历的身上一闪即逝 寒厄两股气息 竟一瞬之间黄涌而出 两名魔族一惊 再顾不得寒历纷纷两手一分 就要将自己发出的气息抵挡下来 但是下一刻 两人一声惨笑啊 身形瞬间喝醉了酒一般 向后摇摆退出 而每退一步呢 两者都黄昏一口精血出去 七八口精血吐完之后 二者正然勉强说稳住了身形 这脸色苍白如纸啊 仅仅一个身上漆黑焦糊一片 一个身上呢白茫茫一片 竟覆盖了一层寒霜 此刻两名男子脸上全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啊 而那魔族妇人更是骇人的一下子站起身来 愣愣的望着寒历的背影 哪儿还敢再追过去啊 而寒历呢 却从容至极的从二者之间的地方遇上而过 并且头也不回的飘然而去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福国厅路过和店铺中的魔族人自然不可能没发现的 但大多呢 只是遥遥的望了一眼 低声议论了两句 就各自忙各自的事情去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337回